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昨天呢,咱们聊了,这宗喀巴大师终于成了一代宗师了 开宗创派的创建了格鲁派,也就是皇教 至今为耻啊,仍是这藏传佛教当中最壮大的一支 这宗喀巴大师的开宗立派之路并不是很顺利 首先说呢,没有太多的家族背景 不但没有家族背景,而且啊,这大师本身 他也不是魏藏地区的人,他是这个安多藏区的人 按咱们中文人话说啊,这个大师来自于边陲小城 有人说这大师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啊,开宗立派 那是用了不少的心机,耍了不少的手段 其实我倒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大师这些行为啊 倒是也谈不上过激 那您想想,这打铁呀,他还得自身硬 这大师呢,必定对这个佛法研究的还是很精深的 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所谓的老师啊 他成就并不如他高 所以呢,他才选择了呀 对外宣称是圣者阿底侠先传的他 他是阿底侠的学生 在开宗立派以后,又借助帕竹政权的支持 召开了万人的传招大会 这一下子呀,就和其他宗派的这些高僧 这些大德,这些长教们呀,拉出距离来了 那么说这个宗派也有了,成就也有了 那开宗立派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是接子儿,把自己的佛学成就传扬下去 那就得收徒弟了 哎,这宗喀巴大师啊,收的徒弟呢,可真是不少 但是最有名的,最有成就的,就是这么八位 这八位弟子啊,在咱们今后的书中啊 基本上会陆续出现 那咱们呀,就先说说第一位 这宗喀巴大师也开宗立派了 那总得有自己的寺院 于是,这宗喀巴的大弟子名字叫做达玛人亲 就在这拉萨东边的波王日山上建立了甘丹寺 哎,您记住了,这甘丹寺啊 今天就成了这格鲁派的祖庭 那有人说你先等等吧 这个达玛人亲,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呀 嗨,这达玛人亲呢,就是我们熟悉的贾曹杰大师 说起来,这甘丹寺啊,实际上占地并不大 大师可能是觉得呀,这甘丹寺啊 他小比较消停,所以晚年的时候啊 就长居于此 就因为这样啊,这虽然甘丹寺它不大 哎,这个,就因为大师常年居住在这儿 在格鲁派当中啊,就有了显著的地位 后来呢,就被尊为了祖庭 那么这甘丹寺到底有多小呢 哎,我给您举个例子,打个比方 这看藏传佛教寺院的大小啊 您哪看哪有几个扎桑 这甘丹寺只有两个扎桑 至于这扎桑是什么呀 咱们一会儿再说 那咱们拿哪个庙跟它比呢 哎,这北京啊,有个雍和宫 用这个雍和宫来比较啊 大伙可能就更加的熟悉一点 这雍和宫啊,有四个扎桑 甘丹寺的两个扎桑呢 叫夏兹扎桑和将兹扎桑 哎,这雍和宫的四大扎桑呢 就包括这个蒋经殿 密宗殿 石轮殿和钥匙殿 实际上您不要被他们的这个名声所迷惑啊 这扎桑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学院 也就是说呢 这个雍和宫还有四个学院 而甘丹寺只有两个学院 哎,这天下的寺院啊 其实啊,都是一样的 您不要以为啊 这庙旨服务于信众 是您呐一个这个烧香礼佛的这么一个场所 实际上呢 这寺院呢 也是这个僧人休息的场所 哎,您想起吧 人家也是师父徒弟 平时也得有地方讲经说法 给这些学员啊 授业解惑 那么说这甘丹寺的两大扎桑 他有多少僧人学员在这学习呢 哎,他的定额是3300人 每个寺院都有定额 那有人说这3300人是多是少啊 哎,要是在这个格鲁派内部而言呢 这就算是一个小庙 如果要是跟宁马派比啊 那宁马派这个大庙招生啊 也无非就是几百人 在永乐13年的时候 宗喀巴呀 有一位三徒弟 名字叫做酱阳雀杰 哎,他原名叫扎西贝丹 他创建了折邦斯 这折邦斯啊 也算得上是格鲁派的主寺之一 这达赖喇嘛呀 后来就常住于此寺 那有人说说完了大徒弟 怎么直接就跳到三徒弟 没说二徒弟 这二徒弟啊 嗯,非常有名 大成就者 俗家的名字呀 叫雷格贝桑 哎,他的发号叫做克朱杰 哎,这您听说过了吧 哎,就是一世的班禅大师啊 老师宗喀巴 大徒弟贾曹杰 二徒弟克朱杰 被称为师徒三尊 并且这老三位呀 是一二三世的甘丹赤八 有人说甘丹赤八是什么呀 哎,我一二一二的给您解释 这甘丹赤八呀 实际上才真正是这格鲁派的教主 可是后来的甘丹赤八呀 逐渐趋于学者化 研究佛法 也不怎么出这甘丹赤 再有呢 也并没有受到过历代帝王的黄蜂 虽然这甘丹赤八 在格鲁派内部的地位很高 但是甘丹赤八一指啊 他并没有世俗的权利 所以说呢 名气上啊 就不如后世的达赖喇梅呀 班禅沃尔德尼大师啊 哲不尊丹八 活佛呀 还有什么这个张家忽图客图啊 哎,他们的名气大 那有人就得问了 那都是师徒三尊了 为什么还把人家跳过去了呢 哎,就因为这可朱节 他不曾建立过寺院 所以说咱们跳了一下 这不还给您续上了吗 那咱们下边该讲谁了呢 该讲这个世家野师了 这世家野师啊 是司徒弟 哎,他法号叫做将亲雀节呀 这将亲雀节呀 创建了斯拉寺 哎,不但如此 他还是后来这明朝皇帝册封的大死法王 关于如何册封大死法王这件事啊 咱们一会儿啊 还得往展开了讲 那咱们最后就得说他老徒弟了 这老徒弟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庚敦珠巴 他是这个 尊卡巴大师最小的弟子 他呢 到后葬建立了扎实伦布寺 哎,这就是伊士达赖喇嘛 当然了啊 无论是伊士班禅 还是伊士达赖 这都是后来啊 人追风的 这老二位绝对不知道自己啊 或者是班禅尔德尼 或者是达赖喇嘛 那咱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哎,这就是啊 在这个格鲁派之初 在藏区建立的格鲁派四大四 哎,这里边有前藏有后藏 那有人说这个格鲁派的势力不是六大四吗 您别着急 咱们且讲且聊着 后边这两个四到现在还没见呢 咱们聊到他的时候啊 在戏八尺 您看看咱们讲历史题材的故事就这样 时间要说过得快 呲愣擦愣就过去了 哎,这眼看 这元朝就完了 大明朝来了 大明朝来了呀 这明成祖 朱棣经滥以后是初登大宝 在哪登的大宝啊 不是在北京城啊 在南京 这成祖就决定啊 他要册封天下世教 哎,首先他就想到的是藏传佛教 于是呢 这成祖啊 就对三个有成就的藏传佛教大师提出了邀请 首先就是这个噶玛噶举派的得音邪霸 这是噶玛噶举派第五世的噶玛吧 那为什么说把这噶玛噶举派放在最前头呢 哎,咱们前面讲过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因为这明朝统治者呀 哎,他喜欢噶玛噶举 原因在于这噶玛噶举的势力 在康藏地区 这大明朝廷 大明天子分得很清楚 哎,这个康藏地区呀 像什么四川啊 云南啊 贵州啊 甘肃啊 这是我大明朝的领土 我不能放弃的地方 至于这外藏地区呢 你虽然也是我的领土 但是我管理起来呀 可能跟我的这个康藏地区就不一样了 给你放宽一点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原因只有一个 太高,太远,太荒凉,太贫瘠 他们呀,有点瞧不上位葬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在康区 有一定实类的噶玛噶举派 放在第一位 那第二位是谁呀 第二位呀 是萨迦派的领袖 叫做贡噶扎西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胡死他不倒架啊 这船烂了 还有三千五百个大钉子呢 虽然这萨迦派啊 自这个元代开始啊 就受到其他派的冲击逐渐败落 但是必定辉煌过 所以啊 这萨迦派的领袖 也在这名城组邀请之列 那最后一位就是宗喀巴 那这宗喀巴为什么列在最后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一万多人的大法会啊 也开了 他的成就啊 把其他宗派的这些大师 这些长教们 落下的呀 有四十不扔 那为什么还在邀请名单当中的最后呢 那是因为呀 这宗喀巴大师啊 确实资历上前 这格鲁派呢 又是新兴的这么一个宗派 所以说呢 现在这老大呀 给你发小警寒 就已经不错了 要说这个机会 摆到了宗喀巴面前 你可是刚成立的一个新教派 这完全是啊 跑到中央政府跟前去 泡粗腿的好机会 要不然说这眼里出气 脑子还得会动 哎 这宗喀巴大师这会儿很冷静 他呀就给这个成族写了一封信 他还就真没去 这信的大致内容就是啊 说我呀太老了 走不动了 可是皇上林他召见我呢 是给我们这宗这派天的脸 我不能不兜着 我呀派一个非常有成就 我的学生去了 这个学生的名字就叫做 释迦野兮 哎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色拉寺的法作 将亲切洁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啊 这将亲切洁 比这老师宗喀巴还大三岁呢 那么说起来 这宗喀巴到底是犯了哪根筋了 他为什么不去呢 这明明是一个好机会啊 哎 我宗喀巴大师 他有个琢磨劲 他是这么想的 他从侧面打听到啊 这成祖这次邀请这些高僧啊 就是为了要册封护国法王 这成祖啊 可能不太明白 现在宗喀巴大师 在藏区佛教界的地位 那应该是第一位了 那这大师心里自己明白 我之所以能成为 这藏区佛教的那么一呢 那完全是一套 繁琐的操作之后啊 才得出的结果 又什么这个仙船得道啊 又什么这个召开这个大法会啊 我刚召开完万人大法会 爬到这个佛教界的顶端 我要是一旦去了北京城去授封法王了 封了法王也无非呀 是和那二位这个噶马噶举派的武士 噶马巴 德银邪巴 还有这个萨迦派的领袖 贡噶扎西和他们两个人呢 地位平等 并且从这个地缘政治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我还得排在这个噶马噶举派的后头 那我好不容易搬来的这么个第一 现在一下子让皇儿一封法王成并列第一了 不但在班里啊 是并列第一 而且这班长还不是我 学习委员也不是我呀 所以说我不能去 那不能去呀 那不代表不去 不给皇儿脸呢 那以后这祸事大了 所以他派了一个很有学问 很能说会道的徒弟 就是这位将亲雀杰 去南京啊 去见天子去 结果不出所料啊 哎 这格洛派还真就没册封为法王 这噶马噶举派啊 德银邪八 被册封为了大宝法王 贡噶扎西 被册封为了大成法王 这将亲雀杰呀 被册封为了西天佛子 那我怎么觉得这封号 比那个法王的称号玄妙多了呀 那这噶马噶举呀 和这个撒家派自然是欢天喜地 那么宗喀巴大师这会儿他怎么想呢 这宗喀巴大师倒是没理会 这其一呢 你们两个法王法王吧 哎 你们无非啊 是因为我没去 你们才被封为法王 我要是去了 资不定 结果会怎么样呢 其次他相信他这个徒弟 比他大三岁的这个徒弟 将亲雀杰 也就是新霍封的西天佛子啊 他有这个能力 迟早能把这个法王的称号弄到手 果不其然呢 虽然呢 大费周章过了很多年以后 大概三十几年吧 哎 这将亲雀杰呀 还是没辜负老师的期望 终于被霍封为了大慈法王 那今天呢 咱们酷似啊 这是聊了这个明政府 册封几位法王 实际上呢 从侧面又体现了 宗喀巴大师的智慧 那明天呢 咱们继续聊 宗喀巴大师这些徒弟 和这些徒弟所掌控的寺院 从明天开始啊 咱们又回到了 这个活佛转世的时代了 得了 今天天不早了 您早些的 咱们明儿见 咱们第五年 前子 感谢观看